今次我们会讲到处理我们的自我 处理我们的内心世界 首先我们看到原来我们的自我是随处可见的 你什么地方都会见到人的自我 无论在生活、电视、电影 你都见到这些人哭、扭脚、扁嘴 这些不同的东西 不认识啊 这个就是他的自我 我想要一件事 你不信给我,我不认识啊 我不like 好像用字眼像新潮一样 但其实一样都是老潮的 不是新潮,是老潮,是旧潮 都是不like,都是不喜欢一些东西 我喜欢这样做 怎样?我喜欢? 都是自我 所以我们听的时候 我们想一下我们自己是否有些人 我是喜欢做 我不喜欢受训练 我不喜欢去福祉 我不喜欢去宣教 我不喜欢去帮人 我要买啊 你有没有发觉 当你一想买一样东西 哇,真是的 你整天都带着那样东西看看 比如说,准备买什么手机 上网看吧 看完买哪一套就好了 就可以去找那些人了 总之脑经常都会缓线着那样东西 这就是当我们想买一样东西 那种力量是很大 有没有发觉吗? 当你准备买一样东西 你好像什么东西都不管了 你的心就是想着去买那样东西 或者我不想做 我不做这样东西 我不肯定 不肯定就是没胆 或者扭脚 其实小时候会扭脚 但是大时候也有扭脚 比如那些男女朋友拍拖的时候 你都陪我去街 这是扭脚 让他让他要去的那样东西 就是用这种方法 其实我们用正面的方法是最好的 我太太也是会这样说的 就是说 他每一次我跟他做什么都很开心的 他会重复说很多次 有时候如果我一约他 我们今晚拍拖 我们拍拖有出外和在家里拍拖 有时候 当他家人出去了 我们会在那里拍拖 有不同的事情可以做 就是可以 总有一段时间 就是专注时刻 他非常喜欢 他会用正面的方法 他又没有开心 他每一天都会扭 你都没有跟我拍拖 他会扭 但是有时候就会用方法 这个就是他自我 我想要得到的东西 我得不到 我就会怎样 基督徒都会有很多自我 我不想读圣经 这个圣经有时候我们好像很自然 不想读圣经 是真的不想 我什么书都不喜欢看 我读书时期都不喜欢看书 现在大了 已经不用读书了 为什么还要读圣经呢 不肯读圣经 或者我不敢全福音 我不想摇摇他这么差 所以没可能摇摇他 我看到他就不喜欢他 这些都是他里面 总之有这些东西就知道我们里面 但是有时候我们没有留意 我们当了这个是我们其中一部分 没有想到这个是罪圣经 其实我们里面有两件事 有神的圣经 还有有罪圣经 很多时候我们的罪圣经 就会在这边扭脚 不想做什么 要做什么 我们就当了这个是我 或者我们不开心 那我们觉得这个是我不开心 其实是罪圣经不开心 你是可以叫罪圣经 我知道你很不开心 你扭脚过了 你不要再扭脚了 你可以跟自己说 神这么慌慌 我为什么要这么不开心呢 为什么要想着那个人不好呢 那时候我们真的可以 掌握我们的旧圣经 就是我们要学走一个东西 做我们自己的司灵官 有些人觉得奇怪 为什么自己做自己的司灵官 我们真的好像两个人一样 你属神的你 和这个罪圣经的你 这个罪圣经的你 是常常不听话的 这个属神的你 你要掌管他 你告诉他 你生气够了 你扁嘴够了 你不要再扁嘴了 你现在学去语靠神了 去感谢神了 去想到神的恩典了 很多人都是 基督徒都会一样 在面前会影响的 基督徒有三个敌人 魔鬼 世界 和我们的罪圣经 很多人很喜欢赖魔鬼 所以他觉得赶了魔鬼 那些罪圣经就会没有了 是不是呢 所以很多人解决问题 奉耶稣明 所有愤怒的灵赶走 那些忧伤的灵赶走 是否赶走就会没有呢 其实我们一定要处理的 世界会被我们有影响 世界不是只有地球 而是钱 或者这个世界一切的享受 那些人 但是我们的罪 其实是最大影响的 是不是 你没有发觉 外面影响你多 还是里面影响你多 里面 是我们自己里面 所以我们知道三个敌人 最大的敌人 就是我们的自我性情 自我 有什么表现呢 就是要照着我自己的意思 什么都是照着我自己的意思 我不肯顺服 我拔强 我不肯听话 看到人家的弱点 为什么他这么坏 为什么那些人这么不好呢 而不是看到自己的弱点 还有情绪化 都是自我 不开心 我是很不开心 那些人 我很不开心 这个就是坚持 我是要不开心 这个也是一种 罪性情 那个自我的表现 或者缺乏安全感 整天都要别人 赚 欣赚 赚欣赚是好的 但是依赖了人的赞和欣赏 也是不健康的 你没有赞我 你没有说我好 这样的时候 好像要求人 那样的时候 他才得力 我们的力量 不是由人的赞 虽然人应该赞人 或者自卑感 觉得我没用了 或者很容易受伤害 这些都是我们的自我的表现 自我对于侍奉 也有很大的拦阻 人们没有起落 没有起散 为什么要侍奉呢 侍奉得来很重 很容易会很重 有时候我跟他们的祈祷 有些传道人都是 你猜他怎样呢 他眉头走着 他很想要专注神 专注 但是专注得来 他不知道是 背着重担 其实 神是背着重担 神是担负一切重担的神 神给我二年 我们就好像 雀仔飞行 但是背着重担 肯定也飞不起 但是神是很想 你把重担交给他 因为神是会照顾 他真的会照顾 真的会帮 你越轻散 事奉越有力 我自己在事奉的时候 我曾经有些是重担的时候 因为很多人要求 很多人批评 他们发现 很重担 事奉是很辛苦 又努力 但是当我们有些时候 是很轻散事奉 果效是强度不得了的 当我们依靠神而兴散的时候 是越有力量的 因为自我 令我们很难被四年充满 因为当我们经常 都有自我 我想要这个人 我得不到这个人 人不是这样对我 我不开心 那里面就很难有喜乐 也很难被四年充满 所以在我们四年充满的时候 我尽量叫大家放手 那些人不用背着 不要紧 不死得 又不是真的会伤到我们 是我们看得很重 也会停留在自己的世界 我整天有很多烦恼 很多人对我不好 哎呀 那些人 看到我就不喜欢我 有时候我人 就是整天在这个世界里 我个人整天都是这样 我发现有些人 他说话 都会是说来说去的 慢慢变成一种病态 他说了 譬如有时候有些太太 他整天的丈夫对他不好 他说了都是丈夫对他不好 说来来说去 说完一次又一次 说来来说去 就是好像那些 银沉 就是老婆婆 他年轻也变成了老婆婆 因为他的心 整天都在这个世界里面 当这个世界里面 没有力量去顾其他东西 已经没有力量去面对其他东西 人都没有爱我 就会困难了 其实当我们处理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这些事情就放手 我们就不会那么受影响 也都很难接受人的意见 当人有意见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你批评我 我不想听 你说我不好 我不想听 我都说我们应该用柔和的 用柔和的方式给意见 但是呢 当人不是很柔和的时候 我们依然要听 到底我有没有错 就算他态度不好 但我有错 我就要认错 我就要去悔改 就不要说 他对我态度不好 所以我不会处理的 这个就是 我们的自我 会拦阻我们的生命向前 好了 那圣经教导 我们如何处理我们的自我 耶稣 如果耶稣说我不肯定 那我们怎么算 如果耶稣说我不肯定 我不肯定 我不愿意 那怎么样 我们每个都要落地狱 我们感谢神 耶稣真是放下他自我 马太26章53节 当彼得把大祭司的牧人的耳朵 打进来的刀的时候 耶稣说 你立刻把刀收起来 用刀的人必被刀杀 一起读 你想我不能求我父 现在为我猜忍十二刑当天是来吗 有时这样经上所说 事情必须如此的话 怎麽我认言呢 难道神不可以叫神仪天使吗 但如果耶稣扭起来 天父差天天 天使来救我 不用我钉十字架 但耶稣并没有那麽坚持 神的儿子 是完全恶福他自我 他自我完全恶福了 在神面前 所以我们就说 神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自己都学习 放下我们的自我 然后耶稣在 赫世马列祈祷的时候 其实有不同的赫世马列祈祷 这个图画表达得比较强烈 这个其中一幅比较强烈 因为他那时很勇紧 又很辛苦 因为他知道他面对 不是只是钉 他最痛苦 因为他要成为罪 他要成为就座 和天父隔离 所以这个图画说 他扯着那些树筋 扯着了 因为他的心里面很重 马可十四章三十六节 一起读 他说阿爸阿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 求你将这杯子切去 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 只要从你的意思 其实他那时很痛苦 求你可以的 在你凡事都能 你什么都可以的 求你将这个苦杯取去 因为他要 他是一个神的身份 他是神 你都是无罪 永远享受神的恩怨 他现在要成为一个罪人的身份 受就座的身份 跟天父隔离 他是从来没试过 跟天父隔离 但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是跟天父隔离 他就求天父 你凡事都能 但为什么天父不可以呢 因为天父 他也有他的圣洁和公义 有罪一定要惩罚 所以天父一定要惩罚耶稣 才能够释放我们 所以天父不能够 就这样说 我赦免你们 一定要用方法 就是一定要付出代价 就是耶稣为我们赎罪 然后耶稣就说 在他最辛苦的时候 不要跟我的意思 跟你的意思 你想想 你在最辛苦的时候 很辛苦的时候 很烦 很烦的时候 你会说 哎呀 你不要找我 不要 我不做了 我不行了 我放弃了 因为你说 好了 我是很烦 神啊 照你的意思 人都是 很烦的时候 总是会看见自己的意思 很少人说 很烦 不过神 照你的意思 这个真是很大的 放手 神你一定是最好的 所以我可以放手 这个也是我们学到的 在我信主这么久 和牧养这么久 是没有人催逼我的 没有人催逼我 没有人牧养我的 是神牧养我的 我经常都是透过神的话语 透过祷告 透过我预备的信息 和我宣讲的时候 神在牧养我 有些人会说 牧师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快点去宣教 你帮一下那些人 你不要只帮平习道 你要帮牧师 你要帮传途 你要帮他 有些人 是没有人去这样引导我 但是神就引导我 我要这样做 但是我就是神就好了 我愿意去做 虽然这些人 有时候的教会很大 但是神就我愿意去做 无论他的教会多大都好 有时候我发觉教会很大 不一定很强 教会很大的人 个个都很喜欢去到 一波风 很欢喜快乐 然后又一波风 走了 明明有很多个人的帮助 很多信徒 我发觉去到很多地方 都不懂得牧养人 这个就是神去吹逼我 真的去做 而有困难的时候 有人拦阻 不要紧的 有人拒绝 不要紧的 我们持续坚持去做 总之耶稣坚持 顺利的意思 弗洛比书2章6节 形容到 耶稣所做的有多伟大 一起读一下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绝的 反到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然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全身信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讲到耶稣 他有神的形象 还有他不将自己与神同等 他是与神同等的 他没有强调这种 他没有强调他与神同等 他没有捉实这种 反到虚己 他欠虚自己 不只是成为一个普通的人 是成为人的样式 然后最卑微 全身信服 以至于死 就是一个最被人侮辱的 死在十字架上 死得最惨的 圣经都预言到 耶稣是被钉 被刺透 就是垃骨 被扎的 还有手脚被刺透的 死的方法是最痛苦的 还有最羞辱的 就是已经说定 他们分我的外衣 为我女衣尖枯 神选择 他的儿子的死的方式 是最羞辱的方式 因为他要承担 世人的羞辱 我们个人都有些 丑 不敢电人的 不敢说给人听 耶稣就拿了这些羞辱 我自己都有一些事 很丑怪 多谢耶稣将我们拿走 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丑怪 我们就说 神啊 多谢你 你叫我由丑怪 变成为荣耀 洗去我一切的丑怪 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丑怪 我们就说 神啊 你真好 你为我们成为 龙脯的样式 顺服以至于死 几大的恩典 我们就看到神灵爱 就是因为耶稣 肯放下他的自己 所以他能够 完全拿走我们一切的羞辱 如果我们仍然有羞辱 是不是很惨啊 但是我们的羞辱 全部洗掉 所以我们就不要 进去羞辱那里 去拿回多些羞辱 凡是经历过羞辱的人 如果他醒悟就说 我真的不想再做了 因为再做呢 哇 继续羞辱 很丑怪啊 真是神会 神会将一些人的羞辱 显露出来的 如果这个羞辱没有显露出来 多谢神 你快点不要再继续做 我认识一个人 他很有 圣灵的能力 也祝福很多人 但是他犯了罪 意思是他 就是在一个羞辱的状况 做不到他以前所做的事 是一个 真是很丑怪 也变成了他在生命里 永远传留他自己心的阴影 以及在很多人心中的阴影 是不是很惨呢 我希望主帮助我们 不要将这些丑怪一路扩大 有时有些人说 是我老公差啊 是我哪个人差啊 他对我不好 我便对他不好 但是你这样扩大的时候慢慢 这个丑怪就变成了家庭的丑怪 也都变成了我们的丑怪 我们就要将这些羞辱全都拿走 就是什么方法呢 以善性恶 他怎么对我们都好 是他的问题 我依然对他好呢 那你就永远都有一个好的名声 但是如果我们受到影响 我们就成为羞辱了 虽然耶稣都拿走我们的羞辱 但是我们在世上 这个羞辱就影响我们的生命 就发挥不了 我们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的制作 多谢耶稣将我们的羞辱拿走 我所有的羞辱 神都拿走 神遮盖我的羞辱 多谢主 求神保守我 不要再进入羞辱那里 在这里捐来捐去 不要再进入羞辱里 捐来捐来 我们要明白就是 我们里面有两个我 一个就是新圣人 一个旧圣情 在里面斗争的 罗马书七章二十一节 我觉得有个律 一起读 有真经文一起读 就算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 因为我就是我里面的意思 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是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老去叫我父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这个是保罗所说的 他说我愿意为善 就是恶与我同在一起 就是这个罪圣情 就是一个罪的意念出来 很简单的 你想帮一个人 跟着什么意念出来呢 他很难帮的 很烦 帮也不起的 又不感谢我 我们就会有这些罪人出的 祈祷出什么呢 神都不听 很无心机 不专心 总而每一件我们做好的事 就会有一些不好的事跟着来 我们一定要处理 每一次你做好的事 都会有不好的事 所以圣经里面 以赛书又说到 我们的义都好像污慰的衣裳 我们的义都会大有罪污 但我们最好就是 越快处理越好 我们愿意为善 就是恶与我同在一起 按照我里面的意思 我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 另外有一个律 这个律就不是说律法 是一个principle 一个原则 或者一个力量 一个和我心中的力量交战 将我脑去 叫我负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这个犯罪的规律 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犯罪的规律 是在里面 这个犯罪的规律 是永远都不走 直到我们离开世界 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狮子 在这里 如果我们听神话 我们愿在神里兴和 那只狮子就很受弱 他就没有什么出声 我真的发觉到这件事 当我愿生的神 那些罪的意念很少出现 你有没有发觉到这件事 当一个人在罪里面 整天都会出那些罪的东西 整天都不好的东西 我就发觉里面 真的有一种犯罪的律 当我们越在神里兴和 那种犯罪的律就越少 我们就越得胜 还有我们知道 我们是有另一个我在里面 我们就要吩咐这个我 他说你不要再留下 不要再猛烦了 你依靠耶稣 耶稣是在爱你的 耶稣是在爱你的 不要留下 也都可以想 我们有个小朋友 是不长大的小朋友 整天都不长大的 整天都在那里 扭下 不听话 当我们处理到的时候 他就变成 他依然会找机会 怎样找机会 大家有没有发现 当你有时好一轮 那样东西就发作了 他总是找机会 他永远会变成 他不像小朋友 变成乖了 他永远都不听话 不过他越来越弱 如果你听话的时候 听神话 他就越来越弱 但他总是想影响我们 我们知道他 立即不让他动 这就是处理罪的方法 就是有罪的意念 一想生他 我生他就是我受伤害 所以不会生他 我去祝福他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不受伤害 但如果我们生他 他心又烦又猛又不开心 受伤很久 例如弟兄 有时看网上的词情 未看的时候 有时会想看 看完就很内疚 所以想看的时候 一看就会引致很大的内疚 有时未必是弟兄 有时姐妹都可能是 都会有很大的内疚 影响我们和神的关系 一有这个意念 立即不要看 我们明白 我们里面有两个性情 体列人的意思就是被魔鬼用 《马太宗律章》23节 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 《撒但,去我后边去吧! 你是伴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体贴人的意思 其实他跟耶稣说 你不要去吧! 你不要死吧! 你不要被人捉了! 即是体贴人 用人的方式 当我们体贴人 我们有没有体贴自己 我们很多东西都想舒服些 想让人都顺利 不好又困难 让人都想人家对我怎么好 即是这些东西 我想人家怎么对我好 人家对我不好 我们就会计较 我们总是期望 这就是体贴人自己的意思 我们的自我 即是我们想 为何我会这样说 我们是否在体贴我自己 那种的愿望 很想 人都想人家去接立 但当我们依靠这件事 就成为难了 譬如我侍奉这么久 我发觉这件事 其实人是很少强烈的感激 或者是回报 但我又不介意 因为我觉得神会给我 我又不介意 我跟你说 不是要你们去做 我是不介意 我是很开心去做 很乐意去做 当我们能够回应 帮助我们的人 这个都是神喜悦的 但是我心里 我根本完全不依靠这件事 虽然有人称赞我的时候 我会多谢 但我又不会说 譬如有些人内忠 我一点都不是叫你们去做 有时有些人会送一样礼物 给我 我都很欣赏的 即是我很欣赏我的心 但我又不会觉得 哇 哇 哇 真是没有了 有人送礼物 哇 真是很多礼物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是依靠这件事 但当然有人做 我觉得是礼物来的 是很好的 是神赐给我们的 有时人就说一句说话 我都很欢喜 但我没有依赖这件事 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的 这样的时候 你就不会那么容易burn out 好了 我们学一样东西 如何处理 圣经人物也会有的 虽然有时圣经没有说出来 但它里面有的就是self talk 自我对话 这个说话是心理学有用的 有时有人说 心理学用的东西 我们都用吗 其实有哪里用得着 都可以用的 其实self talk 基本上是什么呢 就是你自己和自己说话 不过自己说话有很多种 有些人自己说什么呢 哎呀 它真是坏了 它真是没有用了 这些说话一定要不要 我们要分辨什么叫好说话 什么叫不好说话 什么叫不好说话 喝水 你当然是选择干净水 对不对 如果有人说 那些污垢水 你现在不要喝 你更加不会喝 你会不会喝坑渠水 一定不会喝坑渠水 你知道那些是不好的 就是我们分辨到 水和食物 哪些是好 哪些是不好的 但我们对于说话 不是很分辨到的 很多人听到不好说话 不断反复思想 那些反复思想是伤害我们 我们分辨它不好 我们就不要思想 应该说 不要继续思想它 但是呢 我们要处理它 self talk 就说 我能够将这些负面的处理了 我们自己留意 我们自己 我自己想这样做 整个叫我不要这样做 我怎样回应 譬如我自己很想 譬如我一个人很简单 很想找一个 不是信主的配偶 或者有些人 他未必想找 他觉得自己找不到 不过他总是 因为这件事很不开心 整天都很想 这件事 会有一天发生 或者会埋怨神 好了 神就叫我 不是 就是总之平安的 不是成的 他想着这件事 那我怎样回应神呢 怎样信服神呢 怎样信服神呢 怎样我不能信服呢 就是去处理 让我们能够 譬如是单身的 都能够享受单身 其实一个 你的心态就是 神必然将最好给我们 无论是 婚姻 或者是单身的 如果神给我美好的婚姻 那就最好 如果不美好的婚姻 其实是受苦的 当我们明白 神有个计划 如果不美好的婚姻 如果不美好的婚姻 反而受苦 那我为什么要不美好的婚姻 而当一个人没有的时候 就整天不开心 我都知道有些人 他又很希望某个人 喜欢他 或者是希望我 真的有一个对象 但是始终没有 我曾经辅导一个人 他总是希望有一个人对他好 他就说 神感动他 他觉得神感动他 这个人是他的 但是那个人对他没有兴趣 我说 好了 他暂时对你没有兴趣 是吧 我不否定 或者有一天 不知道几年之后 他对你有兴趣 但是未到的时候 你经常想着 他就经常辛苦 我说不如这样 不如他未来的时候 你就当无 他有的时候 你就有感激神 就是未有的时候 这个处理方式 就是未来到 你就当无这件事 你就不会那么辛苦 但是他未来到 那是常想 常想的时候 就很辛苦 他听到我说 他是接受的 未来 我就接受 不是的 就是未有的 如果有一天来 我便接受 欢迎接受 这是一个处理的方法 让我能够 事事都平安 卿生 但是的而且有些人 在这件事上 都挺大的困逼 有一个人 他听了个教导 神凡事都能 所以他说 你奉耶稣言宣告 所以每一个 有这个信心 祈求的姐妹 都一定会引到个丈夫 他说 但是我这么久 都没有帮我 所以我觉得 为神开始 我说 你的观念在先 是不是一定神 一定会给每一个人 都去结婚 有些神是给他独生的 但是 如果我有信心 是可以有的 他把教导 去push到一个程度 他觉得是这样的 这样的时候 影响到他 结果他 他人 整天都不开心 很烦 并且影响他 跟神的关系 但是如果 那个人就说 OK 又结婚 又感谢神 我要令他这个婚姻最好 如果没有 我也可以享受神 有一个快乐 一个单身的生活 那这个呢 就是self talk 帮到自己 和自己谈到 可能他完全轻松 放松 接受这个 而不受压迹 比他经常都希望是 但又不是 好了 负面的自我对话 就是 就是 这个一定伤害的 你这样做 就很惨了 譬如你这样事奉 很惨 你对我不仁 我又对你不宜 什么人都有火 这些就是负面的说话 这些我们一定要在里面清详 那你里面有没有 这些负面的声音 我们就 自己留意一下 保罗讲到 刻意 刻制 罪性情 《高林多词诸9章27》 我是攻克己身 叫身复我 恐怕我全肤口级别人 自己反地起着了 这个英文呢 翻译 可以读一读一下 but I discipline my body and bring it into suggestion 就是discipline 我管教 我管理 我掌管 我的身体 叫身复我 恐怕我全肤口级别人 自己反避起着 就是我去处理我的生命 掌管我的生命 但这个掌管呢 应该就不是强制 首先这个经文没有讲到 但为什么不是强制呢 很简单的 譬如这样 有个人 他里面充满愤怒 他说我要按住 每天我要按住这些怒气 我是很生气 不过我要按住这些怒气 这样的方式 并不是圣经所说 善人从他心里所传的善发出善来 因为圣经说到 是他里面充满这件事 然后流露出来 所以呢 这个公分技术 就不是说我按住他 好像压力波 而是说 我将他化解了 没有了怒气 那个人对我不好 有些人就说 好 我每一次见到他 我都按住自己 不要出声 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处理方法 如何处理方法好呢 我看述他 其实他这样对人不好 因为他受到很多伤害 我看述他 我就不受他的影响了 他有什么表现 我不用放在心上的 我看到他 他都发脾气 好像见到一个小孩发脾气 你不会说 他流浪 小孩子流浪 好惨 小孩子流浪 我们不会这样 小孩子流浪 经常见的 我们见到大人流浪 都不会觉得一回事 因为人就是这样的 我们就接受了人的罪性 这样的时候就放松了 每一次他发脾气 不要紧 她是这样的 不断怨恙 我就看上她 我又联恙她 又祝福她 说一些好的话 这样就攻克己身 处理到自己的生命 叫我们整个人服自己 我们有什么味道服自己呢 我们的情欲 我们的怒气 我们的负面情绪 我们的牢躁 我们对神的埋怨 有没有服了自己呢 你服了呢 你的心就会松了 在我来说呢 我一想到神我就很喜欢 我想到我的生命 我又感谢神 给我一个兴散的生命可以享受神 在我里面呢 我是完全将负面清除了 当然我不能够说一百分之一百 但是我真的我知道的 我都处理了 所以很松的 很松很松 但是我曾经是有惧怕有压力的 但是呢 一路一路松 一路用神的说话和自己说话 以前自己都松了 这样的时候呢 你就叫身伏你了 你的身就伏了你就不会说受压制了 比如约翰也是 他的过程 他一定有做一些事情的 约翰三章二十六节 他就有人来到见约翰说 拉比从前 同你在约翰上 我是你所见的 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 很多人去他那里 那施洗药听完之后 他需不需要一秒钟处理呢 他有没有滴那么多的感觉呢 就是施洗药是完全是 不要紧要啊 人都走完 没有什么所谓 即时啊 因为都需要处理呢 即是我觉得一个人呢 因为他也是一个人来的 我不能够说他一定要需要几长时间 但他总是有一个念头 是的 那些人走完 为什么最近这么少人来受洗呢 那他可能有这个念头 但是想想 我就是来预备他的道路 他要去他的道路是最好的 即是他都要跟自己去说 去说服自己 我就是预备耶稣的道路 那现在那些人去耶稣的道路就好了 那他就说他必欺望我必须美 我觉得他是有一个处理的 即是他不是 随一身 即刻已经是完全没有受影响的 他里面是处理的 以施帖 他也是必定内心有处理的 以施帖 他讲到《没底改》 他呢 就 其实呢 是他的唐 唐哥来的 因为他是 以施帖是他的叔叔的女儿 他是唐妹来的 但他认了他女儿 修养他做女儿 那呢 就 因为呢 当时有恶人想杀了犹太人 《没底改》呢 就派人去 以施帖那里 以施帖就说 什么人见王呢 都要皇申出他的金像 否则就死了 那 然后呢 《没底改》就回答他了 唐人回复 以施帖说 《你莫想在皇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 《得勉者和》 《此时你若拜口不言》 《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 《蒙拯救》 《你皇你父家必致滅亡》 《因此你得你皇后的遗份》 《不是为而今的机会》吗 后来以施帖就说 《你当去招罪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 《为我禁食三宗三夜不吃不喝》 《我皇我的宫里也要这样禁食》 《然后我为例进去见王》 《我若死就死罢》 我想问你 他起初回答他 任何人见王都一定要皇 伸出他的金像 即是如果他皇 我叫他来 他自己出现 否则他就会死 他这样回答 回底改 然后他绝对说 我若死就死罢 他需要一些里面的处理吗 他一定要处理 他里面开始怕 哇 要去见王 怎样呢 是否可以呢 神这个仇是帮我们的 其实你想想 以施帖 其实他不像我们那样去教堂 没有去会堂 他在波斯王的皇宫里面 是没有犹太人的敬拜的 去会堂 他是要自己去亲近神来得力 在他里面 其实他也是牧养自己的 因为很多人 其实是牧养自己的 但是呢 他在这个时候 他就牧养自己 他就处理他自己的里面 然后他就 最后就好了 他就想 可能会死 他在里面挣扎 死 去死 但是 末底改讲话 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和你父家都要灭亡 他想一下 是我得罪神 神是不起愈的 在那里挣扎 好吧 我去就去 死就死 然后他在最后 说出这句话 他都不是马上想到 因为他第一个反应 是说不能去的 所以这是一个内心的调教 好了 如何处理我们的自我 第一 就是明白信服自我 就是抗拒耶稣 就好像这个人 推出耶稣 就是人 我们就是不让耶稣做主 我的情绪做主 我的思想做主 我推耶稣出去 我不要耶稣 这个就是知道 这个是自我 我们要分辨到自我的声音 你有没有留意到自我的声音 在你里面 什么时候说话 有没有留意到 他什么时候跟你说话 什么时候一直给你意念 我们每人都有 好了 相信自我想法 感觉未必是对的 这个很重要 知道我们自己想出来 未必是对的 我想做的未必是对的 我想做 有些人说 我喜欢这样做 我就是要和他结婚 他想的时候未必是对的 我喜欢的未必是喜悦的 我未必要跟从我的想法和情绪 我的想是这样想 但我不是一定要这样跟的 还有我的情绪 我觉得我没有用 不代表我没有用 就是我们的想法 我们要分辨到从哪里来 要分辨我的想法和感觉 是不是趋失 就是我们学习去留意 我里面的意念是出现什么的 我们以前说过的 记不记得 黄色字 记住它 第一就是留意 留意第二 何为圣 第三 圣经反复处理 然后是亲近神 然后呢 持续选择循服 也可以简单用选择 记实这几个 记不记得 留意 何为圣 圣经 圣经处理 亲近神 选择 当我发觉 以我里面在扭脚 我不想做什么 我想发脾气 我想不开心 我想低沉 我想犯罪 我留意到 然后我知道有破坏性 如果我信服它 我就会继续 下去灭亡的道路 然后我就用圣经反复去处理 一路处理 好像以斯杰一路处理到 他说我又死就死吧 然后我就亲近神 神就帮我 然后我选择 好了 我又死就死吧 就去见王 选择 好了 我就处理我的情绪 我就处理我的负面思想 而最琐事 他说重点就是 与耶稣同钉十字架 不要紧要的 死了不紧要的 和耶稣一起 我和耶稣一起 同钉十字架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然后活着的不再是我 你基督不在我里活着 我就是我放下我自我 放下我的一切 其实当我 在这个 就是当我经历圣灵之后 我已经有这个意念 就是我能够经历圣灵 你能够帮人经历圣灵 我的生命就给耶稣 我整个生命就是神 你就用我 你想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而我愿意发觉 神如何使用我 我就是神 你带领我走在最策略性的道路 我放下我的意念 我就是完全走你的路 这个就是我的心意 就是我完全走你的路 我放下我的意念 那时候我就发觉 神一直开路 神一直祝福 去到一个地方 看着那些人祝福 看着那些人被祝福 被更新改变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 你跟我去 你看到 可以这样祝福人 于是你有信心 我的生命都可以这样祝福人 你就会有信心 更大使用 就是你当你放下自己 不要紧 我的时间是神的 一会儿跟我说 我的时间是神的 我的生命是神的 我的钱是神的 我的决定是神的 整个生命给神的时候 神一定祝福 怎么钉死自己呢 就是分辨自己有什么不熟神的 有些什么 分析 为什么我看重 为什么我这么看重 比如有些人来 为什么一定要看重结婚 是不是一定要结婚呢 是因为有些人说我 所以我要结婚 因为社会压力 所以我要结婚 是不是那些说话这么紧要呢 我为什么呢 问自己 我愿意放下这个东西 家人说我又怎么样呢 是不是死得呢 又不死得呢 他说我又怎么样呢 我是不是一定要受影响呢 或者我放下这些欲望 有什么问题呢 我放下金钱 比如我想找一份工 但是这份工 是要我做一些不熟神的事情 我放下这份工 或者这份工里面 是令到我去犯罪 有些工 我听到原来在香港 有这样的工 他要你经常说谎话 你经常要告诉别人 他问你那个工程多久 我一个星期做到 但其实是两个礼拜 但你要说一个礼拜 为什么呢 我隐约 好 找你做 接着做了一个礼拜 那时候 对不起啊 非然间有什么事啊 非然间有什么事啊 做不到啊 拖延啊 他用这个方法 拖延着那些客人 他以为这个方法好 那这个是一个 说大话的工 你一定要说大话 那时候 基督徒就说 OK 我不做了 说大话的工 我不做 在土告中 用圣经说服自己 放下这些东西 然后说服自己 处然对神为生 即是说一步步 将你里面那些 不听话的处理 那你一步步处理 你就整个生命 可以被处理了 处理内心 生命就可以被提升 你不处理 永不提升 永远不提升 永远不提升 但当你被神用 有没有发觉 被神用的过程 一路处理的时候 提升了 有没有提升了 有提升了 有提升了 就是会继续提升 对不对 所以你就欣赏自己了 那就是主 我有提升了 已经 我已经开始提升了 我已经继续提升 所以 是不是越发觉 越放下自我 越好 有哪个发觉 捉住自我 是最好的方法 捉住烦恼好吗 不好 捉住罪好吗 也是不好 但我们捉住耶稣 是最好的 所以强主帮助我们 我们都问一下自己 在这一阵 我们一起 讨过 安静在神面前 我有些什么 在我里面 可能是不肯听话的 我这个扭矩的小朋友 在里面 经常扭什么 有些什么 可能是不喜欢 我们来到神面前 主耶稣 你帮助我们 省畅我们的内心 主啊 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 有时我们的自我很强 有时我们的情绪很强 有时我们的负面思想很强 有时我们经常都说 那些人真是坏 很难搞 很难合作 很不开心 很大压力 我们会受到那些人的影响 这次我们 会得很好的力量 侍奉都没有力量 所以帮助我们 其实有人不好 我不用放在心上 是否这么重要 他们的说话 是否这么重要 有人惊笑我 是否这么重要 主耶稣你帮助我们 看到我们哪个地方 还是卡住 帮助我们 靠着耶稣 得性有缘 我们可以一步步 去和自己说 如何处理 靠着耶稣 一路土共的心态 用圣经去和自己说 是否一定要这样 是否一定要结婚 是否一定要人有我有 是否一定要跟随自己的欲望 是否要买 买封脊 是否一定要买最新的东西 是否要得到所有人的欢喜 靠耶稣帮助我们 放下我们的自我 与基督同单十字架 最轻松 哈利路亚 最轻松 没有烦恼 没有重担 不用压住 不用背着重担 多谢耶稣 我们都可以轻松 多谢耶稣 我们可以轻松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